各位先生好,又是我Candy,雷文和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昨天姚本輝連續撿了三場頭馬 已經打破了他從年以來一季49場頭馬 已經多了兩場 現在姚本輝在練馬師的龍虎榜領先 以51場領先 排第二位自然變回呂建威 呂建威昨天沒有馬交出來 姚本輝對這個冠軍練馬師的寶座有些話說 姚本輝說 今天突然有人發過短訊給我 說我已經打破我之前單一季的馬季裡的最佳成績 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突破 若然可以登上冠軍練馬師這個寶座 是寶座 他說如果是登上的就最好不過 姚本輝也覺得這個是寶座 他說今天我可以贏到三場頭馬 認真是沒得頂 令到我和第二名的呂建威已經的距離拉開了 姚本輝就說 他說我可以深信我自己 我馬房都是有能力去維持現在良好的勢頭 這個勢一路殺下去都是OK的 他說問頂這個冠軍的薯榮 靠著這個勢是有機會的 今天贏了這隻高大威猛 這隻馬就剛剛列入了超新星的馬匹之一 今天這隻高大威猛 因為前面的步速比較快 看到潘頓一出閘就已經要不斷對 這隻才跟到第三位 這隻馬姚本輝也說過 為什麼我找到潘頓騎 因為這隻13磅的大馬 一定要找一個夠手力的騎士去騎 究竟是不是因為這隻大舊犯 要靠潘先生才能剷出前速 還要到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還要拿回平衡 這隻馬要踏順步 才以競勢去加速 這隻馬姚本輝剛剛贏馬的時候也說過 他說這隻高大威猛 步比較大 千萬不能被馬困著來跑 寧願走外少少 讓他順著步 穩得順得順順 才能發揮他的威力 今天潘頓就做到這一點 中醫就贏了馬回來 過終點的時候 剩下兩個多馬位回來 壓住就贏了 其實時間都認真出色 1分21秒1 潘頓贏完這隻高大威猛 也有打咪說 這隻超新星之一的賽區 高大威猛 今場的末段走勢 認真是極之佳 事實上這隻馬跑上來 根本都不是很暢順 對他來說 這一場的步速也是快 加上這次也要揹個重磅 令到這隻高大威猛 一起步的時候 是不可以順著他自己的步運來走 即是要硬逼他這隻馬上去 但是這隻高大威猛 在最後一百米 踏上步運之後 以勁勢衝刺 就贏了馬回來 到姚本輝打咪說這隻高大威猛 因為姚本輝今天有三隻馬 現在說這隻高大威猛 他說日後來說 這隻高大威猛 應該是跑一里的圖程 是會比較適合這隻高大威猛的發揮 他說現在這個階段 都是比這隻馬跑回1400米 比較適合 解釋那方面姚本輝說 這次贏了馬之後 高大威猛就無可避免 就要升上去二班 同時如果又要適應 升上去二班 再要去加程的話 變成雙重難度 對這隻馬來講 一次過要克服兩個問題 真情升班都不是意思 姚本輝的部署 仍然都會被高大威猛下一場 是會跑再瞄著千四米的圖程出賽 其實姚本輝今天贏了一隻真情的團結力量 給史卓鋒贏了馬 跟著陳家希也贏了一隻威震天 一放到底 今天姚本輝三場頭馬 就是高大威猛 團結力量 以及威震天這三隻 暫時已經去到五十一場頭馬 即是去到五十一場 現在距離去到季尾 還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看看姚本輝和呂建威之爭 會不會像潘頓和莫雷拉之爭 你又過我 我又過你 講到毛衍東 自從被人停了八天 關於這隻競技勇士 就出自葉楚行馬房 但是葉楚行暫時又沒有大脅 但是葉楚行的師兄徐羽石 即息息相關的馬房 就對毛衍東 好像不斷有些付出 剛剛爆了一隻天賜寶 就認真夠冷 這個冷品 三十幾倍 臨場都有落飛 今天做多隻半冷 都是臨場落飛 打到下去好像六倍左右 就贏了馬 贏馬都不僅 還要打破了泥地千二米的場地紀錄時間 不是班製紀錄 是場地紀錄 這隻馬就是這隻好好利高 這隻好好利高 上一場之前 健康出了一些挫折 上次跑谷草 回到腳左轉腳 右轉腳 左轉腳 都是輸不遠的 這次回到泥地 以一放到底 配合毛衍東 最後破了紀錄時間 就贏了馬 這隻馬就和蔡若翰的激賞 安哥這些 都曾經是輸過給那隻 泥地怪獸 文家梁馬房的人者全心 這隻馬 這對曾經輸過給人者全心的馬 出之就串了一條Q回來了 這一次 這隻好好利高 撿個檔位就不是漂亮的 最外檔 但是 好好利高 依然一出閘 就彈了出來 然後 以一個一放到底的姿態 就破了紀錄時間 更加是令到毛衍東 落了馬之後 再有句話說出來 原來 據傳媒朋友就說 毛衍東 賽後 一落了安的時候 就和庫鏈和馬夫說 他說好好利高這隻 影真是好鬼勁 這樣說 這隻曾經輸過給人者全心 人者全心的紀錄的時間 都不夠這隻快 這隻是做到1分07秒2 好像 1分07秒2的時間 1分07秒27 正確來計 現在就是全港紀錄的保持者 來的 講開又講 講開現在我們的 陳家希哥哥 就是現在唯一 減榜最多的一個 見習騎士 今天的成績 是認真不錯的 第三場 就已經爆了 姚本輝馬房的威震天 開頭就有十幾倍 但是突然間那些信心飛 打到下去六倍 就一放到底 就絕塵贏馬回來 這個陳家希 又發揮了一隻 就是放頭馬 而贏到馬的馬 另外 那隻團結精神 今天這隻團結力量之後 贏完馬 這隻團結精神 也有點飛 大家都是那一刻 那是人馬 這隻團結精神 在十二檔 就CUT了一段時間 一埋藍之後 直領到終點之前 才被人過了 憑著陳家希 放繞的戰略 這隻團結精神 也是爆了一個冷門 剛剛被恆星夢過了 這兩隻都不夠結 尾場有多個結 這隻行雲流水 前一場在梁家俊的跨下 就一放到底就贏了馬 但是今天這隻行雲流水 就在陳家希的屁股底下 以一放的姿態 以一個不慢的步速 放了出來之後 連那隻高大威慢 曾經都試過在快步速 但是都要隊 才跟到這隻行雲流水的步速 那我的雷工廁都跟到 差不多斷了 這隻行雲流水 我小弟記得是二十幾倍 一放到最後 才被這隻超新星的高大威慢 擒過了 這隻行雲流水 陳家希今天四隻馬 這隻行雲流水 都可以跑一批回來 跑四隻馬 一WIN就兩批 只有一隻健康有些問題的 劍烈風就落地了 這四隻馬 今天就是陳家希唯一上陣的四隻馬 沒有一隻馬是出自羅富全馬房的 都是出自華人馬房去支持這個陳家希 看看陳家希可不可以打一下爭氣波